大家好 现在贵州同仁大明边城的大门口 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我们进去慢慢欣赏 这个铁架子里面放的是音响 估计音响开起来声音会很好听 那上面是高铁的隧道 这边是高架桥 先看一下大门口 这边也有音响 超级大的音响 然后这边看到的就是大门口了 这边写的就是大明边城 上面写的是乾江雄关 这个里面建设的还是挺好的 左右两边都有两个小亭的 那边还有个特别大的鼓 走 我们穿过这道大门 就可以进去参观了 免费开放的 特别的好 这个牌子上写了很多地名 然后这边有块石碑 大明边城贵州开始的地方 一丝一三年贵州行者 厉害呀 看一下 这个后面有很多这些雕塑啊 特别有意思 等一下再往里面走啊 我来看看这个城楼能不能上得去 我看到了 这边有个楼梯 那我就上去看一下 看看登高望远的感觉 会不会更好呢 已经上来了 登高望远的感觉就是好啊 这边有个大窗口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看一下远处的山川河流 真的是堪比桂林山水假天下呀 太棒了 这条江叫大江 看一下那些山 这个山的感觉 适不适合桂林的那个山 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吧 这个江上要是可以划个船 开着小游船的上面的话 哇 我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啊 行 我们在这个城楼上继续参观一下 等一下在下面边走边看 这边是在下面当时看到的那个艇的上面 中间是一个谷 我们先到这边来看一下啊 然后再走到那个中间去 这边还有个楼梯 哇 这个上面的 看风景的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啊 就是这个城墙稍微高了一点点 这个角度好得不得了 继续往这边走一点啊 走到这里来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对面的山 那个山里也能上去啊 我看到有楼梯了 看一下这个大江 这边的那个高架桥 这个角度的画面我认为是最好的 真的是太漂亮了 能看到这个河流在这里弯弯绕 还有远处的这个山脉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 那我们继续到那个镇中间 城楼的最高处再去看一下 正好有一列高铁从桥上过去了 声音很小 我要是没看到它 我都几乎没听到声音 这个高铁的声音好轻啊 已经走到镇中间的这个城楼里面来了 这里面看着空间感还是很大的 就是有点冷 因为它风一吹 如果平时有小朋友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场景 我们下去吧 到里面去边走边看啊 这个下面的风景也是好的不得了 站在高处看一下我刚才进来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的风景我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这个比收钱的那些景点要好的很多很多啊 关键是这个山水风景 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 这是古城里面的一条步行街 再看一下远处的山脉 这个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好 能看到古城能看到远处的山 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常见的 关键还是特别的安静 游客也有三三年年的 远处有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呢 行我们继续往这边边走边看 看一下这几个座椅 手掌坐的这个座椅 这个我上次看到这种还是在 广西百色 当时也有类似的这种 手掌的座椅 我们看看这前面啊 这下面应该还有一条街 先走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大炮 看一下这个远处的风景 这个感觉好美啊 走到前面啊 走到那个江的边上去 这边也有好多的音响 估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 这个江上应该会有 这个是不是有华龙洲比赛的项目 这边有很多的大鼓还有大炮 这里看着像是一个大舞台啊 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挺安静的 游客也有 就是不是很多 如果是大批量的游客的话 就会显得拥挤了 左右两边各有两条龙 然后这边有楼梯啊 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走到大江的边上 关键是它这个江水的颜色啊 真的是清澈啊 那像碧玉一样 走到江边上来以后 就能闻到那个水散发出来的味道 因为它这个水很干净啊 散发的这个味道 真的是很清香的 就是那个纯天然的 叫什么离子氧的那种水的味道 哎呀香的不得了 它不能叫香 就是那种反正闻着就很舒服 这下面还有一条木栈道 在这上面开着个小游船 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好 看一下远处这个画面 像不像桂林山水 平良心讲相似度 真的是很像啊 因为桂林那边也是和这个一样 水也是这个颜色 周围也是这样 类似于这样的山 哇塞太漂亮了 就是这个上面 咋没有游船呢 我觉得可以坐上小游船啊 在这里环着这个 这个叫大江是吧 大江小江来回这么游啊 这感觉多好呢 太漂亮了 这个山啊 感觉看着像仙境 尤其是远处的那个山 再回头看一下这个方向 看一下水里面的水草 走 我们继续往这边边走边看啊 远处那个高架桥 哇 好漂亮啊 好壮观 关键是 我看到了 那边远处也有竹筏呢 和那个泥江上 那个竹筏还特别像 就是没有游客在那里滑 估计现在客流量比较小 如果客流量大的情况下 应该会有游客们 在这个上面进行划船的 因为这个地方 山清水修的这么好的地方 不划船可惜了 然后这边有两条龙 然后那个 是不是每年会有那个龙舟比赛 对吧 然后那些大鼓都给船上 放上一个鼓 每个人在那里敲鼓 然后在那里滑龙舟比赛 这是个好地方呀 好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